臺灣阿里山林業鐵路和英國的威爾普蘭菲爾鐵路 同樣是相同軌距的窄軌系統 在二零一八年締結為姊妹鐵路之後 阿里山林鐵將要出借柴油機關車到英國來運行 交流 預估十一月底出發 在耶誕節之前到達 紅色車頭拉著車廂穿過鐵道橋 阿里山林業鐵路的柴油機關車 見證臺灣大伐木時代的美麗與滄桑 不僅吸引鐵道名朝聖 前英國駐臺代表處長麥瑞里 更在第一次看過後難以忘懷 臺灣阿里山林鐵跟英國威爾普蘭菲爾鐵路 同是七六二MM 軌距窄軌系統 二零一八年締結姊妹鐵路後 英方一直希望向臺灣出借柴油機關車 但疫情延遲至今 十一月底林鐵將把車鄰五十年的柴油機關車 DL34送往英國為期三年 深化臺英的情感聯繫 DL34預計十二月底抵達成為臺灣給英國的聖誕禮物 規劃臺灣日運行 民眾站在車廂旁合影紀念 歡送DL34 領務局表示 DL34不只是行駛在威爾普蘭菲爾鐵路 雙方也將在機械維護人員等做意見交換 促進臺英官方與民間的交流 記者陳懷孟昭全嘉義報導 王祥文匯 environmental 習近平 菇